之后这个里面的礼盒 简直太可爱 太用心了 看看这边水屋 水屋的包装上 还印上了小熊猫 色系也倒是猛感的 秋冬梅兰德 先来看这次联名的三只青色吧 这个是水转物的质地 然后他们家的这个刷头 真的非常非常的精细 我能用它一点点 描冒出一个纯线 就是想要什么纯线 就自己画什么纯线 轻轻拍一拍 而且加速它哑观的过程 淘气粉上嘴之后呢 就是红润里面 透出一点粉嫩的感觉 像那种萌蓉的水蜜桃 奶芒咖薄涂上嘴以后呢 是那种嘴巴微微泛一点 橘色调的感觉 很漂亮 后头的话呢 就是橘棕里面 带有一点奶咖色 这种自然呼喚的光线下看 就更加的有氛围感 就很去不都美拉德 这个系列涂鞋 都是不沾杯的 很方便 HRK他们家 一直都很会挑红棕色 这个放飞棕 就是我觉得 最像小熊猫美美感觉的一只 有点不羁的 琢磨不透的野生感 同时又保留了一点俏皮在里面 这次还给四肢热门老厕 出了新包装 首先是个橙露粉菊 是一个很像油画里面 走下来的郁金香的感觉 轻柔浪漫的少女颜色 奶性甜茶上嘴 感觉就是很日常 很松弛的这么一个奶茶豆沙色 我觉得这个可以加入 女大学生早八素颜合集 很有学生气 有书卷系细一致 选生花露可以说是 他们家水雾橙露系列的 一个代表色号 就是少女的温柔和娇俏 都在这只的颜色里了 而且自拍起来非常有那种 居家氛围感 很含戏哦 如果你想找一只 不偏不已的郑红 还要红出纯玉感 那一定非这只朝露玫瑰莫属了 这时候天色见完 我就到阳台给你们 录了这个纯自然光 就好美好美 一个郑红就算做出了 透气感和氧气感 非常纯美 然后给你们看一下 这里和其他部分也超级精美 这边呢是电影里面的 经典片段给印成了胶片 正能量满满 小熊猫眼影 配色很秋冬很猛感 我今天就是用这盘画的 这个唇衣的包装真的太